中国有嘻哈 第一季的双冠军 Dai和Pedon获得了大量的人气 然而因为李小璐 和Pedon打向跨年第一炮的原因 Pedon黑历史遭发 歌曲中提到了许多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意图 如今公安部 联合几大官网联合发声 确定封杀Pedon 目前Pedon将要在长沙举行的演唱会 已经贴出公式 Pedon因为受到不可抗拒原因 自动退赛 永不录用 都知道中国有嘻哈二马上来临 吴亦凡和陈冠希 都是被邀请的导师 Pedon被封杀的事情做时 所有参与的节目将要禁播 各大媒体不得使用 包括网络平台 这样看来 陈冠希付出无望 彻底受到了他的影响 中国有嘻哈二也面临永久停播 消息一出 网友愤怒万分 自从2008年 陈冠希的付出备受关注 可是他很有骨气 坚决实现自己的承诺 如今终于风波平静 等来了可以辉煌的时刻 结果没办法出现在节目了 陈冠希表示对此听天由命 大概是老天不愿意让他付出 而且这几年他作品 还是受到诸多限制 在公众的心目中 他就是坏的 还记得千机变中 陈冠希精彩的表演 如今 Pton是害人又害己 网友愤怒难平 恨不得生吞了他 你觉得陈冠希会怪Pton吗 老田